好的 Edgy Friend 各位做好的 第一種方法就是直接用錄的 那我現在就來這邊存檔 那各位存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開始他就有專案提升 所以你就記得把它存檔一下 那做好的如果你要做輸出 或者是顛倒過來 我們剛剛還有一個 我這邊順便補充一下這些關鍵 如果我們剛剛用的是 直接用錄影的 如果你一開始 但是你想要說我先不要 我就直接做一個新的專案就好了 也可以 所以這個時候你按一下 那這個他就問你 好一樣 你新的專案名稱是什麼 要放在哪裡 還有你看 左手邊這裡有四種 有四種 就是所謂的教材製作的方式 第一種就是 好像你擋開 泡沫會完全空白 第二種 你是可以把你們泡沫叫進來 但是要說一下 有些人的泡沫喜歡做動畫 或者一個頁面會有好幾個 應該說好幾頁的內容 那一種就不太舒服了 因為他會自動忽略掉 你的那些動畫 也就是說他只是把那個畫面開下來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做動畫的那一種 可能這個會進來的結構 就不見得舒服了 我會建議你就是 在泡沫 利用所謂的結構的方式 把那個畫面抓起來 這樣一下我們會一下 再來呢 你也可以把一些照片叫進來 或者所謂的空白的那 那我們剛剛那一種 就是直接用 等於是第一種 第一種新的物貨 所以如果說 假設你想要用這個空白的 我就先告訴他 我要用空白的 等到他 這時候他就問你囉 既然你叫 我給你空白的 他就問你了 請問 你的這個 大小要多大 那您來右手邊這邊看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 看起來跟我們剛剛考的那一題 有相關 Youtube影片那一題 有看到480了 對不對 然後呢 720 1080 有沒有發現 1080就是要負荷區域的 你數個教材目前 好像沒有做超過負荷區域 你知道嗎 除非你是做生態的 或是嫩的 除了影片為止 也許會2K、4K 但是如果在螢幕上 就是電腦螢幕上 螢幕上來看的 大多數就是到負荷區域 應該就是目前的一個 賺最高規格 所以您可以試自己的需要 看要做是哪一種 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先用800、600 或是滴滴滴的 那下面這裡呢 還有一個 這裡是不是0 就是你的什麼 投影片的賬數 投影片的賬數 如果你不小心 這裡沒有設定案 確定也沒關係 OK 然後另外一個名稱 好 進來了完全空的 完全不能超過 因為沒有任何投影片嗎 所以你可以從上面這邊 回到主頁這邊 或換洞片都可以 有沒有空白換洞片 就是你自己再從這邊 再增加進來就可以 因為你至少 一定要有一個 礦洞片 它的這些所有的編輯功能 才可以使用 好 這樣都了解了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的那個輸出 輸出的部分 我把剛剛的這裡 好 如果你要這樣 要輸出的時候 怎麼輸出呢 請你從這邊 它中文這邊把它翻做導出 好 導出 在上面 那您可以看到 它可以輸出的 其實格式還蠻多的 主要呢 你如果要一張一張 這個比較少 你主要是輸出成的視訊 好 輸出成的視訊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 變成主要的網頁 在右手邊這裡 有HM5的 或者是一半的網頁 都可以 事實上在這個軟體裡面 它還可以做一些互動 比如說做一些 有點例子 要做側面那種感覺 好 只是 因為沒有資料庫 資料庫 你必須要另外搭配 所以 這邊我們就不講那一塊 主要的 免費的信是被回答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輸出 右手邊這邊的 也是可以輸出 在左上角 會有個LOGO 就這樣而已 好 還是全功能 所以視訊 我們把它按一下 那預設呢 它本身輸出 就是什麼 很頻繁的 所以擋浪不會太大 擋浪不會太大 擋浪不會太大 這樣子呢 我們把它按一下 把它輸出到右邊 好 確定 那這個 這樣 你們了解嗎 ok 所以其實輸出的部分 應該不會 有什麼太困難 請問 這樣 輸出之後 我們剛剛這樣錄影 大概是 四五分鐘 你覺得最後輸出 其實很難 會不會太大 或者顛倒外長 我剛剛是一路 然後請轉 用別的軟體 顛倒有點退休 那 你覺得 會多大 你看我們講的 DVD的 一個小時 就是 單面單程 就四點七了 我們絕對不可能 那麼大 對 因為這樣要分享 要上傳大家就不容易 你看我們今天的 來吧 看一下 這個地方 我們把 換你講解釋的方法 好 你看看 這個是我剛剛錄的 有錄了大概最長 七分鐘鐘 大概才二十日台 所以才可以接受吧 大約到 差不多一分鐘 一兩分鐘就不用 跟你錄了一部大小關係 跟你錄了一部大小關係 所以 這樣子大多數的情形就是 我大概上課 兩個小時 或三個小時 通常大概是兩百多 到三百多米啦 這樣子 應該就輕鬆很多吧 你就在那邊做分享 老師要自己保存 同學要自己保留 可能會比較簡單 有齁 OK 在那邊 closely 一些 嗯 嗯 感谢观看